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比0沙特对中国队抓住反击的机会 得分效率很高 并最终守住了胜利的果实 拿到一场宝贵的胜利 第三场 中国队1比1吉尔吉斯本场比赛 吉尔吉斯先送乌龙大礼 中国队1比0领先 吉尔吉斯并没有崩盘 反而强势反扑 在最后阶段 中国队错失反击良机 反背对手的快速反击得手 逼平比赛 不过同组的日本队2比1战胜沙特 最终中国队顺利晋级8强 赛后 中国队队长艾菲尔丁谈道 我们国家在该项赛事已经快10年 2014年至今没打进8强了 这次我们进入8强 希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喜悦 谈到我们能晋级的原因 艾菲尔丁说道 球队的战术执行力很强 球队很团结 我们有必胜的信念 确实 在比赛场面上 中国队可能并不占优 不是很好看 甚至是面对相对较弱的吉尔吉斯 我们的球门也时常受到威胁 中国队八强的对手是韩国队 谈到这个问题 解说嘉宾董璐说道 不管对手是谁 中国队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打法 通过三场小组赛 中国队的教练组已经找到了自己赢球的方式 不管场面如何 中国队现阶段需要赢球 对于这只中国U20男族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